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s学院,我是您的老师Lisa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由我来带领大家学习关于Memory Patch 这个缓存,K-Value的一个缓存数据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 来看一下这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节课 这节课,课程体系的大纲的一个介绍 第一个就是课程的简介和目的 主要是在这节课里面呢,主要是这种的一个大纲 就是说主要讲解一下Memory Patch的一些简单的操作 和它的一些介绍 这些简单的操作包括咱们经常看到的就是登山改查 还有它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应用场景这样子 然后呢,会在此基础上,就是这些简单的操作的基础上呢 或者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个经典的一些场景嘛 或者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 当然了,先前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 现在简单的一些命令的一些介绍 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目标的对象 第一个就是想要了解IMC是什么的东西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IMC 这IMC呢就是这个Memory Patch的一个简写 我一般习惯给它叫做Memory Patch的一个简写 这个希望大家同学们能够注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需要了解在工作中怎样使用MC的工学 那以后的课程里边我提到MC的话 那就是Memory Patch 第三个就是对MC感兴趣的同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课程的体系大纲 我来看一下 这个体系大纲主要包括这么几节 第一节呢 第一节呢 也就是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的这一小节呢 是给大家介绍一下MC的基本介绍和它的一个安装 第二个就是MC的增加数据的操作 ADD这个操作 之所以呢 想把这个命令单独的拎出来 单独的拎出来去讲 主要是因为这个ADD这个命令 涉及的一些东西呢 比其他的一些东西比较多 比其他的一些命令多 当然涉及的多 所以我单独给它拎出来 接近讲解 第三个就是MC的上改查操作 第二节给大家讲了增吧 第三节就会给大家上改查 那这样的话增上改查 我们都会使用了 第四个就是给大家讲一些稍微比较深入的一些东西 那就是这个MC的内存分配的一个机制 是什么 它的底层的一些东西 它是怎么分配 就是拿到数据以后 在内存中怎么去进行分配的 你去进行存储的 这样子 第五个就是MC的LRU删除机制 也就是它这个数据过期的删除机制 LRU LRU呢 我相信有那个计算机 算法基础的一些同学 你知道LRU是什么 最近最少使用原则是LRU 那第六节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MC的K和Value的一个承诺限制 因为这个MVC是一个KValue的一个缓存储处 它里边存的就是一个K 和它对应的一个Value 这一讲会给大家讲一下K和Value的一个承诺限制 那第七个呢 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下Windows的环境下 Windows的环境下 因为MC的扩展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WAMP的环境下 WAMP的环境下 就是PHP加Windows加这个Masircle 这样的环境下 我去编一个MC的扩展 怎么去编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也会给大家讲一下在Linux下 我们怎样去编译这个MC的扩展 其实讲了这么一个扩展以后 我相信大家之后再去学习其他的一些扩展 比如说Redis啊 或者说是MascoI啊 这些扩展 我们需要编译这些扩展的时候 或者任何一些其他扩展的时候 那我们都可以按照这种通用的这种编译方式 将这个模块给它编译进去 第八讲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MC出现的雪峰效应 至于这个雪峰效应是什么呢 这个是咱们工作场景中 经常遇到的这么一个典型的问题吧 到时候我给大家稍微的去展减一下 第九个就是MC的MATU-GUIDE PORO现象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缓存的这个无敌动的现象 就是一直加机器 但是永远就是发现这个数据永远 机器加再多永远也缓存的一个现象 十个就是MATU-GUIDE的永久数据被P的现象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ADD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比如说是为零 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数据就是永久的 存在这个稳定数据库里面 但其实不是的 它有一个 有一个惰性的一个三分机制 会导致这个永久数据被P的现象的发生 是这样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MemoryCatch的一个课程体系的大纲 具体的就是这样的 我希望呢 同学们就是在拿到这个大纲以后呢 先去按照我这个大纲 先去网上搜索一些资料 然后先做一些 我们说呢就是 先做一些预习吧 然后再去听课的话 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基本内容 可能的请大纲 好 那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就是回顾客户作业 第一个就是回顾一下本节课所讲的内容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跟大家刚刚讲的一样 简单的预计一下我们 下一节课我们所讲的官员MT的一些介绍和它的一些个 简单的安装吧 对就是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预计一下 好 那本节课呢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完成 好 那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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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